97號 強頭向5倍加碼國旅券先開抽 240萬份分四周開獎 誰是幸運兒來來來 2132986797和410 抽出的數字拿出你的身份證 尾數相同代表1000國旅券入手 中籤率大約21% 已經被抽中了就會被排除了 就一個人抽中只有一次機會 沒有抽中的話就是後續抽幾次 他就有幾次的機會 一旦被抽中就會繼續被剃除 60萬幸運的人先出爐 只限數位15號開始到官網領取QR code 11月就能花 要讓國旅券用的更有感 樂園加碼門票買一送一 還有千元大響包一張券 兩大兩小入園再送下午茶 台灣關八79條路線 滿千送200元 整個產業目前全部大概總計加碼 將近一千萬 最起碼的有參加連續 總共19家 對那也會那個推出我們的 買大送小 或者是買大送老 最夯的國旅券 先開抽 哀嚴券下午接力 13號換農友和意放券 動資客裝券安排在14號 最後一天則是地方創生券 反觀已經發放的好食券 卻被抱怨連連 民眾投訴有些台灣配店家以個人身份申請 只能使用五倍券 指引是掛羊頭賣狗肉 誤導民眾好食券也能用 經濟不解釋 不管店家什麼名義申請台灣配 只要提供數位支付掃描 都能消費好食券 只不過業者不灑灑 恐怕衍生更多消費作分 TVBS新聞是昆山洪靖淫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作詐 分析